LP90025-A 皮线型光纤冷阶子 接续准备 穿入光缆至开拨标杆端头 握压前柄后,拉出光缆,检查光纤是否受损 将开拨好的光缆穿入定长开拨器至纤维端 按压刀口同时拉出光缆 检查光纤是否受损 用酒精清洁裸光纤 取出导轨条 将光缆放入导轨条槽中至纤维端 切割光纤,裸光纤长度为8毫米 将制备好的光纤穿入皮线冷阶子 直到光缆外皮切口贴紧在挡面 装入金层条槽中至纤维端 装入金属卡扣 按同样步骤 制备另一阶续光纤 将光纤从另一端穿入皮线冷阶子 装入金属卡扣 装入金属卡扣 两灯光纤对顶各产生微弯 按下压盖 确认 确认接续成功后 装上上壳 性能检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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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